运球就快要扣住 战术就学Coach Lou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指定鲁鱼 Coach Lo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 每天都能掌球 NBA超级巨星 当我们讨论一名球员 是否有资格 担得起这个称号时 我们下意识 会考虑两个方面能力 进攻 防守 如果说这一名球员 他的进攻实在太过出色 而防守却稍有不足 那他是一名超级巨星吗 在我们眼中 史蒂芬库里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会极度赞赏他在进攻 但会对他的防守表示惋惜 很多人会下意识 给库里贴上一个主观标签 他的防守真的不行 但事实并非如此 库里防守并没有很差 相反他的防守能力 在联盟后尾当中 是属于商量水准的 只是说这名球员 在攻防两端 给我们带来的反差感太大了 导致很多人会忽视 库里真正的防守能力 今天卢宜就兑现承诺 做出这样一部影片 让我们一起看看史蒂芬库里 他的防守到底有怎样的水准 卢宜会保证一定的客观 让大家真正了解 库里的防守能力 先向大家提出一个小小的问题 小伙伴们在观察一名球员的防守能力 会根据哪些方面进行分析 如一个人来说 我会根据三个方面 判断这名球员的防守水平 防守积极度 防守意识 和单人防守能力 库里防守积极性非常高 他的活球争抢数据 连续三年 均是球队第一 可以说 勇士防守最全能的是隔离 最积极的 一定是库里 那会不会是因为 对哪其他球员 没有这么高的积极性呢 答案是否定的 库里的防守积极性 尤其是活球争抢 在整个NBA联盟 都是名列前茅 联盟的拼抢数据 在榜单上有名的 多数是封线球员 从防守积极上来讲 库里绝对是 联盟后卫的第一等级 而防守积极性 在我个人看来 是最重要的 一名球员 空有一身能力 但却不作为 这些能力有什么用呢 接下来就是防守意识 这也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地方 实际上 库里防守意识 可以说非常出色 如意为大家 举几个简单例子 比如这一球 当月基奇 在罚球线接到球后 勇士对他采用包夹战术 但因为安德森取包夹 外线的波特就处于空位了 这时库里的选择 就非常聪明 他直接做出 跑向波特的动作 马上击停 回到底线的防守位置 波特刚准备传给底线的队友 但却被库里动向欺骗了 这回合战术 直接宣告失败 我们再回看一遍 当月基奇拿到球 安德森跑向他第一时间 库里选择提前跑向波特 再落位底线防守 这是一个提前动作 预判了尽快的进攻策略 这回合就更有意思了 当克拉克森接球突破时 库里是选择放掉外线 慢慢向克拉克森移动 既没有去完全实施包夹 也没有在外线盯防 那他这个移动 是没有任何收益吗 其实 库里是在压制 克拉克森的进攻空间 我们慢放一点看 在他接球第一时间 库里就在朝他的方向移动 如果克拉克森接球后 向后拉扯一段距离 决士中锋篮下 就单打空间 克拉克森并没有传给他 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此时他在篮下接球 很快会遭遇有数包夹 而库里的位置 就让克拉克森非常难受了 没有后撤空间 库里马上要包夹过来 他只能快速出球 爵士就开始在外线传道球 库里还是没有去管外线 继续待在禁区 因为爵士中锋 在篮下有错位机会了 单打后卫莫尔德 库里的这个位置 就可以很好地帮助莫尔德卸防 这一球 就很好地说明库里阅读进攻能力 在这一刻 贝兹莫尔本想继续跟防爵士31号球员 但库里向他做出了手势 让他留在罚球线 自己去帮他补防外线 紧接着 挡拆后的格贝尔跑到内线 并做出接球动作 由于贝兹莫尔留在罚球线 格贝尔没有接球空间 爵士只能把球传到外线 重新阻止进攻 无论是个人还是团队 库里的防守意识真的很强 唯一不足的就是他的身体 对抗会经常吃亏 但今年的他 身体对抗已经不是劣势了 甚至可以说是优势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今年库里身体强弱了很多 大大加强了他的单放能力 像这一球 从头至尾 库里的防守非常出色 将克拉克森出手空间 压制得干干净净 可能有人会说 克拉克森太过瘦小 我们再看看这一球 布克的身体强度是很高的 当他拿球出起来时 库里在身体对抗上 完全没有吃亏 将布克逼迫的晋绒将球交给队友 这回合进攻篮板 还是由库里拿下 这一球就更出色了 布克逼迫出现两次运球失误 当他尝试用身体顶库里时 才发现完全顶不动 还有一个名场面 格里芬还在活塞时 用身体单打库里 发现完全打不动 结果投出了三不沾 如今库里在内线防守 比以前强太多了 但是他有一个地方略显不足 库里防外线效果不是很好 他个人防守习惯 是优先防对面投三分的 这就导致有些球员 会用三分假动作 把库里晃起来 而且库里有个不好的习惯 他跟防无球能力很强 但是当对方球员站着不动时 库里很容易走神 从而防守失位 但这赛季有了一些改变 虽然说有时还会露人 但明显比以前好很多了 综合来看 库里的防守其实很厉害了 虽然说没有达到联盟顶级水平 但绝对没有很差劲 尤其是本赛季 今年的库里 是他职业球衙中 防守最好的一年 但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为什么球队会频频点名 单打库里呢 各个球队对阵勇士 都很喜欢用点名战术 我们就会下意识以为 库里的防守不行 所以才会频繁遭到点名 我们回看曾经的勇士阵容 KD 伊格达拉 格林 克莱和库里 这五名球员 库里防守是最弱的一环 但不代表他防守能力很差 实在是其他四名球员防守太好了 那针对库里的点名 熟悉是什么呢 不单单是因为消耗库里的体力 他曾经的防守习惯 也是频繁遭到点名的原因 库里在前几年 非常喜欢赌博式抢断 什么叫赌博式抢断呢 就是爱瞎手 库里之前在防守时 会习惯性尝试断掉对方的持球 这就导致库里在上半场 经常要背起犯规的困扰 一个球队 球队核心早早背上四犯五犯 他的防守会受到很多限制 相信在场的库里球迷们 很少会提及2016年 抢断王的荣誉 他的抢断王 单纯是靠着赌博式下手拼出来的 所以说 当年勒布朗与欧文在骑士时 很频繁用点名战术打勇士 不仅消耗你的体力 也要让你背上犯规的困扰 可能很多人会说 库里防不住欧文与勒布朗 他的防守就很差 说实话 放眼整个联盟 又谁能自行地说出 能单防住这两名进攻大师的 库里如今的单防能力 确实有很大的提升 但再怎么提升 也没办法和勒布朗 这样的风险球员抗衡 库里是真的没有办法 NBA的后卫球员 注定在防守端 是要被对方球队点名追着打的 所有点名库里单打的回合 很多人只会留意那些打进的球 却忽略更多没打进的 在我们心里 始终有一个 库里是防守过东的标签 本赛季有一个这样的数据 在库里的防守下 对手命中率仅为39.7% 排名联盟第12 这里的球员 就包括伦纳德 利拉德 洛瑞 勒布朗等这些进攻大师 他的防守 我现在认为 是后卫的上流水平 是在联盟平均限制上 你们可以发现 卢宇没有拿16年抢断王 去说的防守好 原因很简单 艾弗森也是抢断王 但他防守非常出色嘛 并不是 装神还是篮板王 他的防守依然是断板 反而像小加索二 没有这些荣誉 却是联盟最佳防守球员之一 我们要看一名球员防守能力 数据也没有进攻那样 有着十足的说服力 更多要从比赛角度去看 我们只是下意识 会忽略防守的能够力 会更在意 他防守失败的回合 卢宇取出的数据 和分析的角度 是我个人认为比较客观的 我一再强调 他是后卫中 防守水平很好的球员 并没有说 他是联盟顶级防守球员 不是卢宇求生欲太强 是我觉得 这就是事实 库里的防守 确实离顶级层次 还有一段距离 我做这部影片 更想告诉大家 他的防守 没有我们说的那么差劲 这就足够了 别忘了 他是一名进攻大师 如果勇士把库里体力 浪费在防守端 这球队就真没有什么未来了 最后 我想说一些比较主观的看法 一个达拉 在一次采访中 说过这样一段话 是我个人比较赞同的 库里总以为 能用别人防他的动作 去防对手 事实是 有些动作 用在库里身上不犯规 库里用在别人身上 就是犯规 说实话 库里确实不太能得到 哨子的照顾 但今年终于可以自信地说出 库里是有防守的 那是他靠自己拼来的尊重 我们也理应看到他的努力 他真的有一颗强者之心 这部影片不仅仅是为了库里 更是为了支持 鲁鱼的小伙伴们 相信很多人都清楚 我为什么做一期这样的视频 如果你没有什么建议 或者想看谁的分析 鲁鱼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不去带节奏 站在客观的角度 为大家分析 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从没有球员 让我拥有这样的执着 我相信很多人 有着和我一样的想法 关于斯蒂芬库里 我想分析出他的一切 每一次在赛场上 看到他的身影 我总是问自己 为什么他可以如此特别 于是我将目光锁定在 斯蒂芬库里的三分 防守 在显微镜下 逐针分解他的动作 看似无限接近 平民天赋的动作 却隔着无法跨越的横沟 无论是接球三分 还是投篮技术动作 大多情况下 我只能狠狠地摔下键盘 感叹一句 这就是斯蒂芬库里 曹操了事 但关于库里 存在很多容易被忽视的事实 除了防守 我觉得运球技术也是之一 看到那些急紧和训练视频 很难去质疑库里的运球技术 但结果只是一句 他运球很好作为结果 一笔带过了 当我们将目光放在 库里运球画面时 会发现很多疑点 运球不是低重心模式 才有助于突破吗 但我们对比 库里与欧文的运球重心 你会发现 他们两人处于两种重心状态 库里的运球重心比较高 但就是这种高重心状态 没有大幅度急停 crossover 库里总是很轻松 突破到篮下得分 存在即合理 为什么库里这种模式 在其他球员身上很难看到 这部影片 就让鲁鱼对库里运球技术 进行分析 让我们来发觉 库里的运球有哪些秘密 运球的好坏 决定了一名球员的进攻威胁好坏 你们认为 这句话正确吗 其实篮球比赛 是一个结果论性质 突破运球 亦是如此 我们想的简单些 运球摆脱防守 创造进攻空间 这就是好的运球突破 没有大幅度变相 库里每一次突破 就像这个回合一样 看起来轻松写意 有时候甚至不需要变相 库里就可以持球杀入篮下 完成得分 没有德鲁大叔的 炸球变相视觉盛宴 但从结果来看 这就是合格的运球突破 不是所谓的单挑晃倒对手 利用拍打球步伐 行进到自己需要的地方 所以对库里来说 他不仅要锤炼自己的运球技术 防守对他的策略 反而会成为他突破的力气 我们看这两个画面 这是库里接球时防守的站位 面对欧文的防守球员 会踢开一段距离站位 我相信你们get到了 造成这样的现象 源自于二者的进攻威胁武器 一名外线进攻威胁最强的球员 库里面对的防守者 与其他控球大师有很大不同 很多防守要站在三分线外位置 限制库里的三分 面对其他控球人 防守往往会选择三分线附近 或者再放一步的位置 如果防守距离进攻过近 意味着什么 对库里来说 大幅度的crossover并不是那么需要 他的投篮威胁 反而会变成突破防守重心的一大力气 当防守在这个位置就为库里甩掉 接下来补防工作会变得更加艰难 可以看到库里过掉第一道防线 他可以突破的空间有多么宽敞 这同样解释了 为什么库里运球高 总是能轻易把防守过掉 库里运球重心高 防守重心也会高 对库里来说 运球重心高 不利于他接下来的启动突破 却有利于他的合球投篮 这个重心高度 库里可以随时出球投篮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与其说库里突破有些轻松 不如说防守给库里的突破环境 比欧文要友好一些 比如说这个回合 将球换到右手 埋头运球的库里 突然抬头看了眼篮筐 右手的半持球状态 像极了准备投篮的姿势 往往这种拜佛动作 很容易迷惑防守 你们会发现 库里在做假投篮时 他不会像其他球员一样 需要完成非常标准的拜佛 很多时候只是抬头瞄了眼篮筐 防守内心都要颤抖两下 直起腰小跳步 有时候只要稍稍摆上这两个动作 防守就算不扑过来 重心也会被破坏得非常严重 库里十分清楚自己优势在哪里 这招对他来说屡时不爽 但库里运球同样有独到之处 有时候防守明明在库里身边 愣是亲手把他送到篮下 目送他上篮得分 防守如果能加快一步 不就可以追上了吗 库里的运球重心是很高 他的下肢爆发力 与FCN他们有一些差距 这也是他为什么 不会像欧文一样压低自己的重心 那不是他擅长的 但即使不压低重心 你们会发现 每次库里运球都会牵着防守逼着走 他的节奏非常好 从背后高拉到俯身低运 结合脚步的虚实突刺 虽然不同于东西级板节奏 库里的运球节奏是历史顶级水准 他也会变速 由慢到快 把防守打得措手不及 这样的高重心是如何突破防守呢 秘密其实在他的上肢和脚步 库里的上肢力量往往会是我们忽视的一点 你们看 虽然重心不如欧文一样 但库里的运球速度非常快 尤其是右手大力炸球这一下 彻底破坏了防守的重心 这是库里非常喜欢的招式 他在突破前会像这个回合一样 保持匀速运球 左右的试探突破 不断晃动防守重心 直到这一下换到右手 库里会犹豫一下 左脚发力把整个人扔在空中 这个犹豫非常棒 一般接下来的炸球是运球 不是把防守晃到身后 就是破坏了他的重心 当然 说到招牌动作 一定是库里的背后运球 他的双背运经常把防守耍在原地 一个加速就过掉了 但库里双背运用的并不是很频繁 就像无球跑动的他 库里持球进攻难以防守原因 来自于灵活又多变的突破运球手法 但很多时候 我们在库里突破中经常看到这样的画面 很轻松的突破到篮下 我们注意这回合库里跑动路线 基本以弧线形式冲动篮下 这个技术包括欧文 艾夫森 纳什等都会平缓使用 绕自觉突破 看起来很简单 但这招式非常实用 在篮球运动中 进攻方永远是掌握着主动权 防守是被动的一方 绕自觉突破也彰显了库里运球突破的核心 角度 如果欧文的突破核心是拉开身位 库里的核心就是找角度 所以我们再回看库里的突破 只要有突破角度 哪怕是需要绕一大圈 库里也会瞄着那一处启动冲刺 就这样闲停信步一般 在完全没有造成任何减速情况下 成功进行一次个人训练一般的上篮得分 绕自觉核心 也蛮符合库里的打球风格 能不接触就坚决不接触身体 这会让防守十分被动 你说冲的猛一点吧 碰到库里就是阻挡犯规 你说不冲吧 也不能看着他得分 毕竟现在还是对手 防守在场上变成库里迷地也不太合适 可能有人会问 如果防守经验丰富 瞬间后撤到库里的行进路线上怎么办 就像这回合一样就好 直接选择撤步 破坏防守的重心 但像库里这种以角度为核心突破理念 获得的投篮空间并不是很大 所以他在突破到篮下时 会选择抛物线高的离谱的抛投 完成终结 我确实好奇 这高度如何能完成封盖 库里的运球是一方面 还有更重要一点是他的脚步 与欧文大开大合板脚步不同 库里很喜欢在运球中掺扎非常多的小碎步 虽然步伐卖的不大 但是库里突破时脚步速力达到了极致 就像他的手活一样 库里的脚步技术非常细腻 所以我们看库里的脚步动作 很多时候他更像颠跑一样 我想这也是他脚踝比较脆弱的主要原因 长时间这个动作对脚踝压力还是蛮大的 但这种踮脚动作突破宛如一个精灵一般 不停穿梭在球场之中 库里的运球让人看起来是另一种赏心悦目 如果说凯里欧文运球是刚 库里运球更像是柔 无论从动作还是脚步移动 库里的运球其实蛮像保罗乔治一样 如绸缎一般的丝滑 史立芬库里 这名球员怎么说呢 他是唯一一名技术分析对象 让我准备大战身手 却第一时间又有些无从下手的球员 他实在太特别了 迟到今天我还在感叹 这家伙是怎么成功的 2009年作为新秀出入联盟的他 不是任何人的模板 我相信以后大概也不会出现一名新秀的模板 是史立芬库里 为什么这名球员如此特别呢 曾经的库里没有强壮的肌肉 没有伟岸的身躯 也没有惊人的弹跳 一切与篮球相关的重要天赋技能 你们会发现库里身上是一个也没有 但他成功了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给出了一个极高的评价 史立芬库里 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头手 好到什么程度呢 生涯12个赛季 以43.3命中率 场均投进3.7个三分 33岁 刚刚拿到得分王的他 在今年为我们上演了一场得分圣宴 42%命中率 场均投进5.3G三分球 刚过中场线的集听远射 花市过人后的撤步三分 远射后的自信回头 我从未看过如此精准 且胆大的投篮 简直就像黑子的篮球走出的人物一样 库里让我见识到 原来三分球也可以下雨 这部影片 就让卢瑜为大家分析 为什么史立芬库里得分如此轻松 让我们先看看 库里与顶尖一头分手有什么区别 在这里 我会拿KD与欧文进行举例 他们勇于接受身体对抗 但对这二人来说 如何通过运球等方式 避免无效的身体对抗方式 进而得分 很像库里 但这其中有很大的不同 对欧文来说 他更喜欢通过高速运球变相的技巧 获得合适的投篮机会 所以在欧文出手选择中 运球超过五次后出手 占据他所有投篮的30%以上 KD也在这队列之中 从结果来看 这两名球员持球进攻效率 要远大于无球效率 欧文在零次运球情况下出手 命中率仅27.3% 而库里命中率可高达43% 库里最聪明的地方在于 他会去打无球 像这里 他会去完成一些无球跑动 借助队友的掩护 在这种情况下 运球对库里来说 反而是一项拖后腿的存在 或者 他会在这个位置 为队友设立一道掩护 防守就乱了 没有头绪的换防 让他们丢失了库里的身影 从开始到结束 除了追梦在这个位置持球 没有移动 你们会发现其他四名球员 全部在跑 不管是谁出现投篮机会 跑就对了 最后库里这边 出现了一次绝佳的空位机会 这就是我想说的 很多得分手 是从自身角度出发 像这里 KD在持球进攻时 这旁边四个人 就是在完成观看工作 而库里会从团队角度出发 我们都很清楚 球队第一进攻手 一定是超级巨星 这其中也包括库里 但他得分方式很特别 他会一直利用身边的团队资源 KD 欧文 也会和队友 完成一些档材配合 但从过程来看 对团队资源的利用 NBA联盟没有一名球员 完成的比库里更出色 这就是库里特别之处 对其他球员来说 他们完全可以打无球 欧文 KD 科比 等等这些球员 我相信他们的能力 但很明显 这不是他们喜欢的进攻模式 不得不说 库里这种得分方式 比大量的运球 身体高强的对抗后得分 要轻松得多 库里在无球领域 有着独特的见解 像这里 他看到面前防守后 有两个斜防球员站的内线 这个时候持球进攻 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所以库里选择将球交给队友 当库里把球交出去时 防守就懈怠了 他下意识以为 这回合 已经和库里没什么关系 那他就要付出代价 这应该是最简单的无球跑通吧 库里也没有和队友 完成无球掩护跑位 但这很有用 我们再看这个回合 库里先持球拆向篮下 这时库里身边有三名球员 整个防守阵型 被库里拉扯破坏了 接球的一个打拉 向内线移动 对防守造成了二次伤汗 库里的机会就出来了 你会发现 我们是无法捉摸库里的进攻思路 像这个回合 他没有放弃持球进攻的好处 这是勒布朗作压的进攻模式 用突破破坏防守阵型 一旦防守乱了 库里想找到一个空位 非常简单 这里也一样 库里第一次持球突破 出了底角 其余四名防守 全部收缩篮下 然后把球穿给KD手中 我们看这个画面 当你看到防守全力 向KD奔跑的姿态 相信你们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防守彻底乱了 他们只是在一味的补救 KD和追梦 对防守阵型 再进行二度撕裂 这里库里的位置就出来了 这个空间 我已经可以自信地说 It's over 当队友持球 由库里发起跑位时 他会有一个习惯动作 看这里 他脚步很慢 一点点移动 突然马上加速 甩掉防守球员 截球出手 库里在准备无球跑位时 他不会站在这里不动 也不会瞬间加速 先是缓慢移动 降低防守的警坯 再利用变速 突然甩掉他 看这里 一波 两波 三波 GO 这里也是 一波 两波 三波 你们如果有亲身防守 这种球员境地 相信一定是有体会 他没有多么麻烦 库里的无球威力在于 他的不可遇色性太强了 我们都清楚 防守库里球员 很喜欢面朝他防守 这其实也掉进库里的陷阱 像这里 因为安德森设立的挡拆位置 足够出色 库里可以直接加速 火的孔位 但我们看这个回合的位置 库里与追梦距离过远 如果库里过早跑动 防守可以轻松绕过隔离 追在库里的身边 所以我们来看库里的动作 他在带着防守 一点点像掩护的方向移动 这个距离 突然加速的库里 防守是一定会撞上 追梦这道墙 大家都清楚 无球库里很喜欢到处乱跑 所以他们会采用这种方式 你们看 这种情况下 防守没办法意识到 慢慢移动的库里 趋势把他带到一个更危险的位置 等防守反应过来时 一切来不及了 如果防守有所警惕呢 那库里就会用手 把他推进陷阱 比如说这个回合 防守和库里 保持一个较为安全的距离 这里 库里主动制造一次身体对抗 将双手放在防守身上 左脚搭理登地时 库里左手会推一下防守 让他远离自己 这回合也是 双手放在防守上 推开 跑位 被推开的防守 发现面前已经多了一道墙 库里机会也就出来了 这个画面应该更清晰吧 不得不说 看到这样的画面 心里蛮舒服的 推下效果很明显 防守很难再跟上库里 只能眼睁睁 看着将球投进 防守难缠也有解决办法 多耐心一些 机会总会出现的 就是这样 你们看 这其实也没有很难 库里只是在使用一些基础知识 这种跑位不需要天赋 不需要升高臂展 我相信 这些工作你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想成为史利芬库里吗 可以从无球跑位开始 这远比命中三分球要简单很多 当然 这也只是库里的冰山一角 对于他 我想制作多部影片 更多 更细致做一些分析 记得多多支持鲁鱼 希望你们喜欢这部影片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还没看够 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 那就点点订阅 鲁鱼我期待和你一起长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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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